今天是新的一天 我已经换完妆了 然后我今天又要拍穿搭视频 看北京天气巨音 超级超级音 所以我今天打了两个灯 但是感觉还是乖乖的 哈喽哈喽我刚刚拍完了穿搭 这个光整的我就是一个 快要自闭了 剃死我了 我好喜欢这一身 一身白像那个小雪人 这光真的太亮 哎呦我应该把它调暗一点 这样好看多了 看后面好乱 这儿好乱 这儿也好乱 我待会要给他们收拾明白了 我给他们 这个新的妆我真的好喜欢啊 变化就是我贴了单粗的睫毛 然后把那个卧蚕提亮那个换了一个 换了个腮红 看我的花 这个是 之前买的 我本来以为没几天就会被我养死的 没想到它还存活着 我特别喜欢我这个橱柜上面的小镜子 像这很有那个咖啡心的感觉 是不是 现在只能找到这一块干净的可以进镜头的地方 我其他都太乱了 我得去兜子来 我现在又回来了 因为我得进行一个风险的拍摄 因为我觉得这里角度还可以 所以我就姑且先不让我拿来给我拍 我先试试自己可不可以拍出来 可可好想拍出来了 再来一个法面 我要自的自导自演拍封面 我发现我处理刚刚昨天拍的那个 商薰合集的那个封面的时候 我就发现就是视频截图还蛮好看的 比拍照好看多了 这样是不是可以拍那种神明上的 真的 真的可以拍那个神 神明上的 迷大普 诶 这还可以 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check一下 朋友们 给大家分享我最近最爱的拖鞋 你看我把那个 靴子换掉换成拖鞋还是很好看 有没有 零增高啊 这个腿 女明星的腿还是有点东西哦 还是比较长的哦 看这个袜子是明创用品买的 但是这个蝴蝶结它歪了 倒还好可以白回来 有点像米老鼠 但它这个耳朵 这个耳朵它被切断了 一边是圆的一边是切的 反正质量一般但是很好看 我都有点想再买一双啊 我觉得好可爱呀 我现在今天在家穿这张拖鞋 我觉得我是个小公子 我还没有开始收拾东西 你看我这个衣服就知道了 刚刚没有拍出来 我但还是在拍一个封面 我决定 决定穿这个牌 做封面的话就不会 不会那么用种 把帽子也摘了 因为我的脸还是 没有帽子好看一点 不然那个封面那么大一个帽子 就是有点一点点的怪啊 OK干活了 那么话说这个裙子 我里面不是夹了这个毛衣吗 他到这里真的显得我这个腰好捅啊 这个衣服真的得配外套穿 这个单穿像是一个 我怀孕的大动作 有一点这个无语啊 家人 要生了家人 哈喽大家 我现在要进行一个衣服的事了 我刚刚也不是休息了 还是要把这种 现在不得不收了 已经到了 是eat time OK 然后我现在换了 换回了我刚刚的保暖 保暖衣 看这个衣服里面 它是毛毛哎 非常暖 我们这还挺出发行 卖的才三十块钱 现在看我的 娃娃 我的这边麻烦是一个家居啊 是这么叫的吗 反正我还挺喜欢的 它就是一个收衣服 无尽的深渊叫做收衣服 好麻烦哦 麻木了 我的大鱼服 这个好舒服啊 一个大白 其实我觉得都不用套别的 就穿一个打底 然后 穿一个羽绒服 就可以出门了 多方便 行了 不拍了 反正我要收拾东西了 拜拜 大家看我妈给我咬的小米仔 这么一点 朋友们 她说怕我吃一吃就腻了 但我觉得她就是嫌我胖 所以连续说了几天说我脸圆脸胖 但我的体重没怎么变化 真的好好吃啊 这是哪里的吃的来的 贵州呢 我从小就吃小米糖 要上头 大家可以去吃吃 这好像是什么猪肉的 好好吃 我从小就爱吃 但是会长胖 呜呜 好了拜拜 我要一个人enjoy了 给大家看 我妈 一到冬天秋冬 就最爱干的事 就是拿烤箱烤红薯 给我拿俩 我说俩多了 她说家里红薯要坏了 她搞了十个 就是属于一个大五余佳人 被迫摄入糖粉啊 我这桌子好乱 放回去 这个给大家看 这个是没了地 我不记得我给大家展示过没有了 她真的好可爱 她还有一个贴话 超级可爱 哈喽 我现在在拿冷水泡茶 是的 不看她在表演吃一锅 吃一锅 如果烤红薯和煮红薯的热量是一样就好 真是气死人了 他好像是烤了以后把什么转化成什么糖 反正 可以走了 我们学校 我们回宿舍的地方不要过一个天场 每年冬天 反正去年就是 今年不知道有没有 它就有一个卖烤红薯 在那个门口 巨香 每次一出门就走 那个桥就是 那股烤红薯的味道 超级想定你要忍耐 非常的过分 然后我总是忍不了 然后就跑到那个 隔着那个铁栏杆 跟她买那个烤红薯 真的太适合冬天了 我看天气 说北京明天要下雪 不知道会不会下 如果下了 就给大家拍一拍 我妈下楼扔来坐 她就搞笑 因为我每次拆快递 不是拆了很多纸盒吗 还有家里很多 最近在清理吗 一些不要的东西 然后楼下不是有大爷大妈 他们就爱收集这些 然后去那废品 然后我妈每次 跟他们斗智斗勇 她不一次能下去 她要分好几次 她说不能一次给他们太多 让他们不劳很苦 她一次人垃圾 她要分散到各个垃圾站 她说让他们 给他们增加难度 跟他们 打游击站 我一直说让她在那个 Vlog里面给大家分享一下 她不分享 她最近一句好玩 等那个 给她化妆整个什么收好了 再让她给大家介绍 不然她每次就是对不进的 啊啊啊啊啊 朋友们 我真的再次给大家分享我这个窝 好舒服的 我都打哈欠了 太舒适了 我就在这里 刚刚在这里写工程号 看我的懒人沙发 然后还有我的家居袜袜 还有我的小坦坦 还有我的枕头 还有我的靠枕 它平时可以随意变成我的夹枕 或者我的屁股点 或者我的靠枕 多功能 史迪仔 之前还有人评论去说 我长得像史迪仔 我就是一个大震撼的家人 像吗 哪里像 我反正没有看得出来 主要是我还拿她当我的屁股点 有点像史迪仔的话 可能 不是很好 后面是我的老婆 她在监视我工作 对 给她看 我刚刚一抬头 看见对面 我的老婆正在监视我 我的老婆在监视我 后面还有一个老婆在监视我 两个老婆 他们的头的角度是一样的 都是往这边歪 朋友们 我笑死了 我这个快递上面是新鲜的雪呀 我的妈呀 顺风的那个快递严送上来的 天哪 现在外面应该是下雪了 我朋友圈 我刚刚发了微博 有人说那个 在订服装是不是末日到了 虽然我在家 但是我能感受到 他们说好像有点下冰雹 太惨了 快递小哥 在温暖的家里玩雪 这个是我的冬天的快乐 雪还是快递小哥送上来的 小兔我的家人 朋友们 我妈现在强烈要求我 给大家拍 北京冬天第一场雪的雪景 我说没必要 明天早上起来再拍 我明天打算化妆 然后下去拍照 她说不行 就得现在 她说有那个氛围 给大家看看 我的天哪 好像一幅画呀 天哪 好美啊 主要是这个树 在那个窗口 太美了 一进来看都没那个味 就得这么看 我的天哪 太美了 好了 我们的赏雪over了 然后打算给她拍一个 那个侧影 她再收拾头发 哇 天哪 太美了 把美女打在公屏上 好了 我要正式给她拍照了 拜拜 我们发现就是说 就是拍侧影 嘴巴要微张 让你张一点 对对对对对 这样就会轮廓就是很好看 你在壁上呢 就哎对这个就没有行 给大家一个拍照 讲气场 笑死了 家人 哈喽大家 看得见我的阴影吗 我妈让我也来录一下 我来拍一下 但好像拍不拍出来 就给大家录一个吧 还是因为她没有我的这个技术 但是我就是 无常给她拍出的美丽的写 这样漂亮吗 漂亮 Ut访问我家人 咱们就是说一个要冻足的大状态 大动作 回到我温暖的房间 好 看我就是穿成这样 然后 哇 我的头发都 我都穿着这么薄的一个秋衣 在那个风雪之中了 我觉得我们的花应该更可怜 因为我好歹现在有空调 她们还在那个寒冷的余温下面 好了 我要看她拍得怎么样了 我验受一下成果 哈喽 我来挽回一下形象 虽然还是四眼 我也没洗脸 因为我刚刚看了一眼 我刚刚偷拍的那个视频 那个角度太吵了 就是说 其实我还是有点营养的 OK 我要去洗脸了 洗脸护肤 我这个发卡还在这儿呢 我从我妈那偷来的 她刚刚说我那个图 拍得像 刚装上头的body 说我像溺了水的body 她说我整个人僵直 我说我是要有气质 她说她应该低着头 她说文艺你青年都是忧郁的 我说拉倒吧 我说我就是气质 我从来不低头 做人从不低 就是说有那两个大病 怕了我洗脸了 拜拜 晚上好叫什么 看看你还有雪 好耶 朋友们我刚刚喷了那个头发 油头干发 就是那个什么蓬松喷 效果还可以 我打算今天不洗头了 所以我就OK 可以搞一下 拜拜 到化完妆给大家表演一个变脸 看到大家我在纠结穿什么衣服 我妆已经化好了 然后我在想是穿这个还是穿这个 然后就一身白 我给大家看一眼 一身白的话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到时候可能会露一下这样子拍照 没有想好怎么穿呢 好纠结呀 然后我还有一个白色的毛毛 给大家戴上看看 戴上的话是这样的 好像有点显得没有脖子 怎么办 那就带普通的围巾吧 今天的妆和打扮就搞定啦 一会下楼去拍雪 哈喽 今天是这样一个打扮子 给大家看一眼镜子 啦啦啦 我叠了一个裙子在里面 可爱吧 哈喽 我在想一会要不要就这么拿茶杯 摆拍 然后崴雪去 还没有想好 我们要准备下楼啦 拜拜 Cheers 哈喽大家 我现在已经到下面来了 其实不冷 我妈非要让我出门前穿了个羽绒服 结果就现在 她手上还要扛一个羽绒服给我拍视频 不知道好不好看 我先看她录的 然后我一会儿太可一下 再决定的 我现在 口吐白痴 大家看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喽 我们刚刚发现 友人像模式拍这个图片了 到时候会把那个照片 贴在那里 然后看 这里就是到处捡页着 我另外的手机在放TGM 让我能入宿一点 好漂亮 我们小吃太漂亮 看这个叶子 看上面 超美的 我们现在崩起来了 就是把自己裹起来 长宽与荣夫真的忍手俱备好了家人 教大家如何不动手捏血球 就是用一个大眼 感觉像是一个粽子 我刚才说咬一口 就发现它们脏脏 我们点了好嫂子 结果它这个凉皮好像没有麻酱 就是说一个非常的不壮壮 然后就是我们的 叫什么来着 好多菜呀 家人们 咱们就是说 我刚刚对着镜子 不禁感叹 就是今天这个妆化 有点就是说 太过于漂亮了 就是漂亮在哪呢 就是个睫毛啊朋友们 还是要戒睫毛 戒睫毛就是说 改变温身的一个动作 好吧 但我现在还没有研究明白下睫毛 所以我姑且是没有下睫毛 等到时候有的下睫毛先给大家看 竖着给大家看 竖着来更好看 不行 这个就是拍不出来我眼睛里看的那个效果 就没有还原我的美貌 气死我啦 那也还可以啦 勉勉强强强过关吧 拍不出来我这个美丽的妆 好像是有那个星星在眼睛上 好了不臭美了 我这两天发的有个Vlog 然后有一个人评论说 什么视频里全都在臭美 好无聊 什么怎么怎么着 我强烈怀疑那是我妈发的 没有办法嘛 你要画出来这么绝美的妆 你不臭美 哎呀佳人们 这个睫毛太漂亮了呀 但是也没有什么技巧 我也贴的歪七扭八的 反正就是只要贴了睫毛 就可以好看 也不用睫毛贴的多好 反正贴上去就行了 好啦 用睫毛和大家说拜拜 哦对我明天我就要回学校了 那这期Vlog应该就结束了 嗯那么朋友们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啦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给我一键三连弹幕评论支持我 然后本期视频所有链接 呸 说串了 把这个端过来好看吗 不好看 我觉得我有点熊了 就那个熊孩子的熊 还在找光 哎好看 我的Vlog是固定在 每周三晚上列治人更新的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准时收看 然后喜欢我的话 记得点点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 拜拜 终于在最后一刻 找到了漂亮的光 拜拜